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棟,這個環節有Anno在 Anno,你好 再提醒大家,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理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或最終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有準直播 大家開播,以及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看看最新走勢 各市繼續升257點 最新升24252點 各技指數升141點 8664點 大市成交800億左右 講講大市 今天氣氛又好一點 升200多點上來 去到24200這個位置 下一步可以看多少 一步步這樣看 方向看上的 我們好像之前這樣說 這段時間就算升 你都不會說是一些很容易吃升浪 但今天升得很全面 今天升得很全面 你這一刻去買 突然間震下來 下到24000 無論又有200多點 你坐不坐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你不如專心看股份 市況有機會進入一個叫做 炒股不炒市的壓谷 股份市寬 我們經常講市寬和市寬 就是講不同的股份 有幾多股份在這些 譬如大家用50天線 250天線等等 在同一個指標去看的時候 有幾多低位彈上來 指數23175 彈上來不太多 現在都是1000點左右 5% 但是股份低位彈上來的那些 很多兩三星 近期見到很多 所以市寬是幾大 你想一下 下到2、3、4、5的時候 市貨很窄 沒有東西買得下 升浪元又死 什麼都死 那些就是市寬差 那些就是忍受 當市寬寬回的時候 你買東西的命進率就自然高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 其實整個2021年代是一樣 你用指數來衡量 你永遠都入不到市 你要排行行止也不難 但是問題是 就算排行行止 你也沒有東西很突出 因為問題就是 你拿現金也可以排行行止 所以第一方面 行止不要說沒有用 但是你用來做Benchmark 都可以的 但是短線 你說會不會會24,000 然後再上去 絕對有機會 但是如果你看到指數上面 我的底法又比較簡單 你說現在 我看技術走勢上面 你說是整年年初資金跌了很多 所以未必說真的跟 那些平常講的粉飾處長事 純粹真的跌得多 在做技術反彈 而你看近期的D浪上面 今天試過反彈多於0.382 那些人會開始猜到2、3、1 出來的位置 我們說劇本就開始出力 所以你在猜到劍底的時候 猜到 你不震下來的時候 不會那麼順滩 有一個直升的狀況 你要再出現 好像說10月頭的狀況 我就未去到這麼久 然後灌著 但是你說市況上面 未來可能慢慢 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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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時說 你來今未來永遠都會有些叫做買大替格局 昨天是叫做比較高的直博率 博了就可以了 但是過去就算了 現在短線來說 我覺得就炒股不炒市 只要找個別股份主題去炒 其實你會得出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 那些52周低位的股份 當然可以彈的 你健康也可以彈 京東健康那些彈得很激烈 但是我的建議是不會嘗試去駁你對 你選擇的股份 這一刻第一方面是做中線保處 第二方面就是 至少今年2021年是跑印恒指的 是 隨著恒指整個市況氣氛 有機會今年搞到很大的基數 氣氛好一點的時候 那些強勢股 那些基本因素對現的股份 慢慢對現的時候 股值就容易升上去 我覺得後市來說 看法比較正面 除非指數又再穿回23,800 這些位置 否則暫時來說 都應該炒股份上面 都不會太過難 我不會說輕鬆的 我經常都說輕鬆炒股 至少要上分26,000、27,000的水平 這段時間就風險回報會成正比 都叫做高直博率 我們看市況上 都的確有個Risk Off的狀況 OK 好 如果Risk Off的狀況 大家有錢 買什麼好呢 那些電量很厲害 916這些 爆了上去 是 這些還追不追得呢 其實如果你看它的圖 其實火電那些升得更誇張 是 所以你說這一刻追新能源 我覺得已經是勉強OK 本身那些火電那些升得這麼多 再去追2380那些 這些位置 別人配完股升了一整個月才去追 我就真的沒有那麼大字 或者我看不通 為什麼這些位置才去追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沒有貨在身 你又怕跑輸的時候 這些附近是本身應該要做的時候 買一些綠色能源的相關股份 以發電為主 風電又好 光復 好像昨天開始拖布炒上來的 368那樣 今天會回一些 就嘗試試合上斜 但記住 做這些部署上面 偏中線為主 短線這些追遇了 會有機會挨價 30000呢 貼完 30000是不同的 你做上游設備 多晶龜那一堆 兩個半是比較關鍵 我覺得做多晶龜 其實暫時還未炒得起 你看新德林 現在也是自造低一點 如果你買上游多晶龜 你想想 你面對著基本因素上面 那些人是在游價 人家農機那些又減價 股價自然是弱一些 無可避免的 去到夏年裝機的容量好些 業績出來 減完價之後可以駁你多燒 隔人提升的時候又上發 所以你做得部署 第一方面一定是中線 誰好些 短線真的不知道 最好就是分散投資 你不肯定做短線看法上面 在下跌的時候 你不會去接 所以你說這一刻最安全分柱級納 我想都是農園 大唐新能源 新天綠色農園 或者121這些 2380買不可以 但是沒有理由現在追 2380差不多 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 好不可以買 其實很多聲音的聲音 你輸得起你便搏 但輸的時候 是不是理所當然 你看圖 其實就算你強行去追 穿四個半追都更合理 現在去到五元這些水坪 究竟應該看多少 純粹破頂無限貨 你一追完回回來 你那些就是蟹貨 不是只有你一個買的 旁邊的人都會買的 是 那就會形成一個下跌 所以這些股份 破頂 你說可不可以買 沒有什麼討論空間 你輸得起便便去買 但問題是 你轉身轉不轉得快 會不會去到有一天 你現在說五元這些位置追了 下四元的時候 問怎樣算好 沒有東西可以做 要不可以分柱級納 還有一些長線部署 到時候就慢慢溝探成本 要不就是指洩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不是太過主張購買的 是 那私房又不是說 真是沒有東西炒 有只可以炒這些 所以就錯過了 我會覺得算了 而相反地就是最尷尬 四元以下配股的時間追 這些位置還能否拿好 上升的 momentum 這麼厲害 我覺得是拿回去的 所以這些位置追 是不可以買的 但它的直播率不高 中廣核心能源 剛剛又再發多一條問題 如果你說這些有破位 這些位置追 我覺得都勉強可疑 但剛剛講一些 風電 綠能的股份上面 這隻就最盡取的 風附報是正比的 就是說升起上來的時候 它要最快升一石 結百元的位置 它又真的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到一些短線部署的話 一百一一是ok的 七元止泄 看八元三毫子 薄六毫子 整件事怎麼想都可以 但是一穿七元 你問怎麼算好 其實中線都ok的 但是就要爭執 所以我覺得做好心理準備 看你熬不熬下去 其實我會建議熬不熬下去 如果七元止泄 會有機會出一個狀況是什麼 打完再再上 打完再上 大家這段時間 經歷過很多次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問一百一一 可不可以入是可以的 但是做第一個心理準備 短線 如果再衝不到上去 你就要開始坐 但是這些位置坐 起碼好過坐 跟2380那些比較上去 我覺得都會坐得舒服一點點 是 當然散下來 可能2380 5元下回4元 兩成很傷 同樣地 中國核下回2成 下回6元 都會有機會 但是起碼那個possibility 是相對的 就是機會率是比較小 就是說一百一一這些位置追 遲了 但是它不算too late 我覺得ok的 這些位置買 可能甚至舒服一點 那道理就好像剛剛講的指數 所以我覺得如果完全手道上沒有貨 沒有任何綠色臨圓 那些發電 那些相關股份的話 我會覺得要入一點點 但是你入一百一一就要遇到轉身快 嗯好 接著不如有人問一些教股 剛剛見到 剛剛出了push 那些apps出push 再爆多些 新東方在線升一乘四 有人不知道它做什麼 但是剛才你也跟我說了 有些新政策出來 但是不知道關不關事 一定關事 但是不知道怎樣消化 不知道真的怎樣關事 你試試給大家聽 發生什麼政策 現在就是說 北京會推一個公家的補習平台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一個公家的補習平台 但是之前我才說 之前不是說想打補習嗎 又叫 希望那些功課壓力不要那麼大 但是現在搞個公家的 我又不明白了 就算我當你不理你那些 政策上的contradiction 但是你關事營養什麼事 幫忙 主要原因就是 幫忙 第一方面你的角度這樣看 我們的政策 龍門就是任半的 這一刻說不行 最終是不是不行 其實資金為什麼有些提早計劃 教育股不是今天才開始炒氣 是啊 很多思考上升一倍 那些最極端 當然高位跌90% 升一倍又如何呢 你要升10倍才回到家鄉 但是你不會當它升10倍股 但是你說教育股 其實向來炒這些股份上面 譬如科網股也是 騰訊420多元是今年的低位 它現在都沒有跌過下去 甚至還在低位彈了一成上 原因就是 其實市場根本就是有些人相信 就是這些政策嚇人的 惡龍的 最終就是 根本就是有得繼續做 但是你講到去到 真的做補習社 新東方的 其實你的消息層面上面 講到 公司都採用 一定會有很大的變化 市場就覺得有些放寬的空間 所以教育股就是講 向來炒政策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時刻上面 任何高風險的板塊 就是今年跌得很多上來 明顯炮輸大少許多 最大風險位 最風頭火勢的板塊 我之前講了兩個 其實我數了一個 就是教育股 就是你講今年有三個 很風頭火勢的板塊 是是是 內房 不用再講 方網股 中概股 不用再講 沒有爭議 教育股也是 但是這些風頭火勢的板塊 那怎樣可以做補習 我們最主要講 跌得多總會有力量 特別原尾 現在純粹就是講 技術反燈夾蛋倉位主義 你教育股一定沒有想 但是這些風頭火勢的板塊 建議大家怎樣去做補助 分開三類 有些三類 有一些 譬如我們之前 內房 科技那些講過 有一個教育 就是講 第一方面有一些 就好像 新東方思考樂那些 高位跌了九十幾個百分比 跌這麼多 因為大家預料業務 有很大的轉變 就算政策有機會放寬 都不會起死 但是這些彈得很厲害的 我覺得不要這麼探心 因為怕大家轉得不夠快 但是第二類 有一些就是講 做一些K12 義務教育 向來就是講一些政策封簽那些 都彈得厲害 但是就不值得 我覺得通常 這些那麼差的板塊上 你去駁 就是駁一些優質 實際上政策不是特別干預 純粹跟著氣氛跌下來 內房有些什麼 華燕智地那些 今年排行的時候 科技股都有的 有些相對地沒有那麼大的 都總會找到一些 科技股會少一些 例如網易的那些 零零一兩隻 但是你教育股上面 我覺得你如果做一些 真的集中在高等教育那些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直播率 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你真的有興趣 你看今天資金去追 會第一棍 選擇去追 我覺得你宗教 八三九這些 或者二零零一這些 都有幾個 主張集中看一隻 我會喜歡宗教多些 簡單一點 背後的原因 我們最怕這些辦法 發生什麼事 衝高 下一件事是做什麼 配股 好像電子煙那些 但配股又不代表一定死 你看好像華寶那樣 但其實他現在陪來幹什麼 他都不能發展 你說什麼 他陪來幹什麼 首先你想想 剛剛我講義務教育 未必可以做到事 但你做高等教育 其實政策不是打壓 政策還是鼓勵你做高等教育 為什麼要這樣博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在市場上掘金 可以的 第一方面一定要集中做一些 高等教育的為主 第二方面就是 為什麼選中教 原因他已經配了 所以短線沒有一個配股風險 但當然因為股價相對比較硬 沒有太多稅務 所以其實在風險回報上 拿一個平衡 所以這一刻如果你要炒教育股 在13元邊這些水平 你看到中教又有個支持位 我覺得是值得的 當然現在升多了 上來 我們越講越升 所以這些就是間聚的 你說哪個位置 買越低越好 越近13元越好 但是怕買不到 我想暫時來說 如果要博就博 你再看15元這些位置 好 那不如聽聽 家庭觀眾的電話 YouTube上有很多問題 稍後再回答梁太太 在電話旁邊的梁太你好 Hello梁太 收個線是嗎梁太 不要緊 接通上有問題 稍後打回來 梁太 多謝你電話 另外 繼續回答問題 剛才好市看到 700超短線 還有沒有彈到什麼位置 我想其實我自己看700 行Range為主 你說其實收到440元 四到450元 就是偷銷的 其實700你見到跟市場一樣 你的市場在之前 下跌到23,400元 那天打硬到23,400元 那天打硬到23,400元 那些牛證重貨區 這麼多重 幾乎你殺了你才撞上去 人家掉下去 你看到700圖上面 一天好像破壞一樣 一定會穿下去 這樣也夾上來 所以其實你未來 我都預示一下700 真的跟市場上 應該都在上下 正剛才說 現在未來市場上下 兩百多三百點 絕對又叫同樣地 你去騰訊 二十多元價位走盞 一定會有 超短線 怎樣做部署 就逢低 就去博一博反彈 串了就走 但不會是特別高值 博力是這些 真的可以賭 所以你看你有沒有貨 沒有貨 但你剛才說 那些人 風險為立又升一些的時候 會不會撿回這些龍頭的科技股 所以不是說二十元二十元 那些位置七零零 那是否叫特別抵博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賭場 總會有人跟你過來說 買大還是買小的 我不想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說700 你有興趣做部署 就試著逢低去買 這些位置的時候 就不做太多東西了 因為博到當然是固然開心 博不到好像理想當然 不抵博 主要是原因 超短線部署 不必主要看基本因素 看整個市場氣氛 對各方面 這一刻去到470點 我就知道 20元上落總會有 好像買大小 應該買大還是買小 就好 我覺得角度可以炒其他東西 好 多謝各位朋友的問題 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方小姐在旁邊 方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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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肉壺 之前我都買過 紫舌酒 跟著現在叫做大一 對 對 其實 以前就是試過 對 對 想報仇嗎 在那裏 對 對 看市場的數字上面 都很多說 豬肉價格又回升上來 市場 未來我相信會很老套 你買這些位置 駁1610 我真的不敢說不行 一個問題就是 你去到夏年年頭 發生什麼事 農曆新年假期前 農曆新年假期前 會怎樣 通常的豬肉價格 都有機會見底回升一下 所以短線就是駁這個 無名譜 所以如果你在做1610的部署 跟之前講的講法 沒有太大分別 論基本因素上面 我不懂 我都不敢肯定 回答給你說 這隻很划算賣 很不划算賣 等等 我都是用圖表來做決定 是 圖表之前就是講 穿兩個八應該走 止了蝕 止了蝕 止了蝕又不代表世界每日 止蝕的時候 定點止蝕位做什麼 判斷一下 情況發生什麼 而事實上 當時看到的豬價真的下跌 但是今天CPI的數據 或者近期的數據 看到的豬價又有個回穩的狀況 所以就 如果你在這一刻做部署 十天線了 這些位置止蝕 有自己計算數 兩個七 還有這些水平做止蝕 都不是輸得很金 你真的有興趣想試 有報仇的這些位置 可以衝回去 但是不是什麼信心推介 所以你純粹用一個角度 買不買得 可以博 又不是特別抵博 沒什麼信心 因為兩個七做止蝕 博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機會衝回三元 但是 有沒有機會 可能這次破三元的頂 在上 真的不敢肯定 顛步行步 所以一路跟來我知人說 難玩 豬肉股一向都難玩 但是如果你要炒豬肉價格 上升的話 這就是首選 好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繼續答問題 1798 今天三個移入 止蝕位怎樣定 如果止蝕位 其實因為這些位置 最新行原故 老實說 兩成的調整幅度 有機會全都吃光 如果市值大轉差 很差很差很差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划算下去了 我不是想嚇大家 我純粹說 你三個移入 第一方面要了解一下 不是特別漂亮的價位 是真的慢了少少的 但是總好過不買的 我們剛剛好似之前說 111個狀況一樣 111你7元上的車 當然很舒服 跟別人 你講1798 你3元的位置上的車 是最舒服的 你說如果真的要定一些止蝕位 2.7元穿了你才是需要去驚 不是的話 那就繼續中線持有 2.7元 但是你說要上到第三季 業績大樓的跌幅 但是3.6元有這些位置 有機會的 但是你要留意就是 從股價上面 這些水平就是 那支大陰燭的底部 在這個水平再升上去 就是第三季的業績的失地 開始收復了 你看內地的發電量 營運數據上面 又有這樣的跡象 真的不差 風力發電 新能源等等 所以我1798 我也可以的 我覺得應該消化了 我覺得調整石頭力 其實很多新能源 我覺得調整石頭 像調整月 道理像航運股 我覺得這一刻你做部署 其實不難的 你看十二月底 下年展望 中線部署這樣計 基本上整個2021年 我都覺得 主要是政策變動 導致說這樣 政策扶持股份 就繼續強勢 但當然水位 未必好像有去年年頭 即是去年年頭 我們這些 去年年底你真的買這些股份 全部都用賠數計的勝負 但你這一刻買大學行新能源 我當然不會說 跟你看六元那麼誇張 但上回之前四元 是不是不可能 不是的 那些航運股已經上回去 是 是 我覺得就 信念 這些位置 我覺得一七九八可以照下去 五塊四元 如果真的要定個指示 因為你的問題是 你看到四元都有兩成的勝負 用兩個七來做指示 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的注碼上面不太大 就安心拿著三元留下 再考慮是否賠貨 好 然後有人說一四一五 乘十二元 借高位電子 不就是之前二三八零那些 炒筋的 很害怕 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補充 有貨就繼續拿著 沒有貨就不追 沒有貨就這樣追 輸得氣就行了 我們常常說幾個小股份 你都會碰十天線 碰十天線 又不代表可能再上 我想這些位置追真的要幾個高人膽大 你要對整個元宇宙概念 對高位電子有很強的信心在 我沒有 我只能這樣說 所以我也不會推介到一些 短時間內升一倍的相關股份力 但是整個步驟 我覺得不買這些 不炒這些沒有什麼所謂 你看看大家多盡興趣 如果要短時間內升三四成的話 要短時間 短短一兩個星期的話 是要炒你的回報 這些位置直播率一定不特別高 所以我沒有什麼意見 好 有人問家電股今天 是瘋了線 最厲害的創圍有兩成 6690那些都有一升 就是Jazz1和無辱 升得定士任 其實看家電股升多少 921都可以了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就算可以自家 是在衝上去 但也不是今天的事 創圍也是當炒了很長的時間 沒有必要側家電 後鄉等這些因素 當然又可能去到 每逢年尾 又到新年前 有機會出現這些狀況 我今天突然想過 那些春運概念 有沒有得玩啊 今年 不過疫情 就是運什麼 玩什麼 那些什麼 就是運什麼 就是運什麼 玩防運 那些功勞 598都在中外運 那些人是在炒 這些事況 真的在說 你上年炒過 可能今年又有機會炒 如果市況氣氛好 是歡好的時候 什麼概念都有機會中 你選擇是否這樣搏 在圖上 有些春光可能正在炒 可能真的行 好像598這些 你剛剛在說春運的那些 但是不敢想 你如果說 你搏出運 不如搏一些旅遊概念 航空 或者780 我覺得那些圖很漂亮 但是問題就是 也不是今天才叫你買 我們當時 Omicron是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在收集這些 所以你想做中線收集費 可以買這些 至於你說家電股上面 我覺得就不要用 不要因為751升兩成 不要想太多 這些股票向來都是炒 但你看6690其實是OK的 但是那些藥款又繼續藥 所以家電股很分化 我覺得就 我沒有太多意見 好 然後有人問1760樓上 有人問 京城基電 這些都是輕能的東西 1760也是輕能的嗎 有的 我不懂的 你介紹一下給別人聽 1760我沒有cover開 它是自動駕駛 當炒 自動駕駛的那些相關元素在裡面 6元穿了 破壞就在衝上去 但問題就是 那個道理跟剛剛之前 當然沒有那位電子 你是不是不誇張 你定個指示位 6元 5%左右 可以薄的 但問題是沒有什麼概念 我不主張買 但是 如果你從圖表炒作上面 如果你是圖表派的 這些位置要追的 兩下大成交突破 只要在6元樓上 到時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8元你買不買得 等等的情況 有機會發生 但當然那間突破月 下落下去 這些叫什麼 假突破 那你就認輸 所以通常你炒這些股份上面 轉身要轉得很快 或者你有一個很強的概念 你相信的 就等收成 跌那段時間 你就繼續中線持有 但當然那間 你要有個feel 你問我怎樣看 我只能夠用圖表的角度上 告訴你 穿6元應該要再 一落下6元樓下 就走 但不延止 所以純粹從直播率角度去看 所以你問我1760的話 我沒有什麼太多意見 如果用基本因素角度上面去看 不懂 說真的那句 但是從圖表上面 兩下大成交 這樣沖上來 你又想不到 市貨買什麼的情況 買這些又OK的 好 我想大家看到它 都是那些可能智能選股 那些見到 又大成交 又這樣爆上去 另外861 神州號股 我就是在說 現在的市況氣氛好一點 什麼都有人買 什麼都有人買 很多人 就算52週低位的股份 都一樣可以彈 阿力健康一樣可以彈一隻 怎麼看 不碰52週低位 是不是對港股很有信心 如果你叫港股 是超有信心的 的確是可以買這些的 高風險高回報 但問題是 你如果861 那是否用4元 輸一成 你要先欣接收 那下跌又在 下跌下去又好像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 我今年沒有中國 走過去碰這個股份 為什麼會無端端推你去死 問題升到你果然開心 跌下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去退 所以你問我 怎麼看 我不會碰 我這一刻 市況氣氛好一點 但對於一些在52週低位的股份上 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我經常都說圖表跌了一年 總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就別管 你問我 為什麼會想這個股份 純粹低位大得多 你就阿里巴巴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 你問我怎麼看 我不想看 好 招行 問吃得虎味 還是等多幾天 其實吃得虎味 這些 就很難說 這個純粹是自己風險取向的問題 你問我 或者轉了去 有沒有再增長得高一些 反正都大了 論內銀板塊 我也想不到哪一隻可以升得快 不是呀 不玩內銀 見其他東西 今天的市場好像 但問題的市場 我們剛才說市場可以回的 我覺得有中線投資價值的 招行那些 五十六十塊 五十九個多 靚位賣 內房降準 等等 現在的風險貝納在減 未必真的會跑輸大使 內銀板的整個sector 我記得跟大使同步 你買招行 不是你買建行 公行那些 真的很難跑贏行指很多 但是招行是做到的 你都這麼盡取薄的招行 我都是退球旗子 每次都一股退球處行的 這些位置你又不肯定 有一個便宜一點的答法 吃半留半 但是我覺得 其實招行我覺得是有信心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抓住 但是七十塊的阻力位一定大 但是我覺得 這些市場就不妨拿抹 因為我其實 我在想中線部署 中線部署我覺得 內銀股 你熬過內房這段時間 最壞的時間 招行真的看七十塊 很多大行看過八十幾元 我覺得 你老實說問我 三十幾元的時候 招行我沒有想過六十幾元 有些行是想過的 有時候的股值做revaluation 就是這麼容易 所以你講的 如果你對港股的看法 真的不是特別負面的話 一做起revaluation 招行這些 有機會做好一點 其實我又不會用一個角度 因為它進入了含指成分股 一定不行的 因為含指成分股有這些 已經很大幫手 但是你說招行 我覺得最重要是 自己在什麼位置買入 如果你六十塊的位置 變薄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價位 這些位置走 我們正常說不拿貨 一樣有的風險 你就會想到時候 哎呀這些位置走了 所以我覺得 正在升級的時候 特別剛剛才破位 無謂古頂的 甚至好像之前 英行的角度上面 你看過圖上面 剛剛才破六十五元這些阻力位 下一步可能夾到七十元 所以去到七十元的位置 才會想走不走 甚至繼續中長線拿著 破七十元就看八十元 好 那接著 純粹悶而已 是嗎 想找些事情做一下 我為你錄下新聞家 拿著做燈 是 吃半流半 不是不是 我為什麼說吃半流半 因為大家沒有信心 那事情的確是沒有什麼信心的情況下 現在有些信心嗎 不是不是 所以不是說 剛剛就是說 當你真的很沒有信心 我主張拿下去 但是問題就是 當大家天天問那段時間 你唯一可以做就是這樣 就當拿多些現金在售 但是你說 老實說那個 當你連招行都要害怕的時候 那時候要比招行更加需要害怕的股份 多到數不完 加上各自到數不完 肯定多過二十元以上 所以你說招行拿著 我覺得繼續拿下去 但如果你都要害怕 唯一可以做幾個 就是吃半流半 我就會這樣說 好 那不如說一些賭股 都有興趣想知道 我剛才在外面問你 1928和27 走勢這段時間好像1928強很多 今天我又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880和銀魚 想著繼續做那些什麼中介賭廳 VIP賭廳那些事情 我本身都是在想 那是不是其他美資那些 不能搞得 垃圾搞得 所以 是不是可以 應該不會爆到這麼黑暗的 但是我都說過我對辦法 其中一個轉移點 就是這個貴賭廳司機 一個中介賭廳上面 是 那個原因就是 我覺得 他們聽聽話 開始淡出中介賭業務 向來內地最怕就是 中介賭業務幫他們洗黑錢 幫他們有灰色地帶 走資 所以這十年來很多監控 很多監管都是以VIP場為主 你見間間放新新賭場 都是集中火力做中場為主 所以不做VIP場 我覺得未必是一件壞事 而金沙為何這三天升那麼多 就正正解釋到 因為市場現在覺得 逐排的風險在降運運 之前說金沙 大家最怕就是因為未知 大家之前說中美的關係那麼差 所以金沙是寧寧寧對得特別深 既然現在都爬回到接近20元這些水平 股證我覺得 修正到差不多比較平衡 現在黑體就是在說看什麼 看通關概念 看燭爬的一樣東西 我平時都這樣說 一通關 我第一時間就自己衝去澳門 我自己都會去的 我覺得那個通關概念是強的 就是你中場上面 是會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但是由於未來真的做不到 我也覺得貴賓廳很難達得如錢的 要銀魚 要金沙上四十幾元 銀魚上六十幾七十幾元這些位置 我就真的不會這麼想的 但是短線有一點上升空間 隨著通關的因素上面 帶來一成的升幅上面 絕對有機會 所以其實是可以去做部署 所以我覺得 當然現在事後 之前的消息出來了 應該原來去追金沙 是的 但是你如果去到這一刻 金沙都追回這麼多落後上來的情況下 正如那些堂那樣說 可以選銀魚或者金沙 以中場為主 這一刻你賣的就是我們在說 這些市況你做得到部署 一定是看基本的因素 中場哪一間做得到最好 三間銀魚、金沙、永利澳門的永利皇宮 都叫做so far ok 的 當然你說奧博 可能說未來新埔京開了 有一定辦法開戰算 等這麼久到尾開 所以短線來講 880其實是等爆 難玩的 我覺得880就太過高風險了 甚至你說賭牌 整個何時交如何去收拾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潛財風險因素 所以我覺得整個毫賭板塊都在 有一定直播率在 短線有貨的 好像KT那些持續很久 算了 持續下去 我覺得可以持續的 但是百論爆發力的話 是的 金沙都這段時間升到很多 但應該都估值收拾到七七八八 這一刻就是駁通關概念 看看何時通通 不通的話又要再坐 但是我覺得坐得過 應該都不會太大殺傷力 這些位置 836看多少 前陣子49元澳洲 836 其實真的看多少30元 49元澳洲 你問836元澳洲 你問836元看多少 你看看你的問題 這些問題 我不知道你現在年尾 你看到年尾 年尾30元當然沒有這麼樂觀 但是你如果做一些中線部署的話 你想想看 你看圖上面 第一方面 走了一個箱底出來 項線位又升穿了 論適幅呢 走到七七八八 但問題就是 現在來一個大的箱底 出來 如果是說這個項線位 升穿了的話 你能量度升幅 真是建30元 論30元的股值 是不是很過份 是很過份的 但市況沒有東西炒 它又有新能源概念 剛剛我們都在說大同新能源 那些都可以看到 可能4元左右的位置 就有機會再看到 那些在破頂的時候 很難估計的 你要強行估 這麼樂觀的 是不是30元 你問我其實真的看多少 我覺得這一刻你買股票 定目標價無什麼儀式 重要的是指洩位 什麼位置要懂得轉勢 但是836元上車 就沒有煩惱的了 最煩惱的就是 這些位置沒有貨 又想買836元 怎麼算好的 升起來可以怎樣 今年很多教訓出現過 分住吸納 我想有貨不是煩惱看多少 有貨是煩惱 什麼時候轉勢 什麼時候要想下車 這一刻想下車 我看起碼是項線位 大約是22元 這些位置 到22元才害怕 所以有貨就繼續拿著 不需要煩惱 很快就帶了Tony 那些資源股2600 和樂木追不追到落後 什麼 資源股2600和樂木 可不可以追到落後 2600 3600 3600 是牙波 其實我先問2600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短線反覆為主 暫時今天不是在炒資源股 雖然今天的鋼股 有繼續衝上去 但是2600 到這些位置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看圖上面 就真的差不多 樂木我覺得安全一些 是比較強的 但論爆發力2600 都是比較強的 2600 我覺得有機會望法 5元 但是 股票未來就是這樣 可以看5元 但是過程 是不是這些位置 買完之後 坐得很舒服 這樣上5元 應該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什麼想法 的時候 分兩炷買 這些位置一炷 有機會落下4元 才扣貨 不行了 再上最遲後 最遲就是 升出50天才最多炷 那就賺少一點 所以分兩炷買2600 會相對比較好 接近是接近什麼 限電限產 那些負面因素 開始反映出800 可能有機會 你想想 沒帶又按到 現在沒帶落到800多元 這些位置 所有東西都好像清晰了 冬天又快要過買 當然還沒 但是我們經常說 過了的時候 一些東西確認 所以你接近2600 有一定的直播率在 但是分兩炷會好一點 3993有了 那麼多錢 還是購貨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在說 這些價位附近 沒有必要購 你購完有多大幫助 4.6元給你購貨 當你買多一半 你都是拉到成本 到4.7元多 不會有太大分別 其實你落木 搜到4.5元 這些位置很厲害 甚至短線來說 會不會搜不住4.5元 或者是坐得不舒服 你落木有機會 看5元樓上是OK的 但是怎樣看5元樓上 甚至看6元的位置 那個過程 我覺得會比較痛苦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月的錢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麼快 扣貨 好 那回答完問題了 Anno有沒有持有 上述投入股份 也沒有持有 謝謝Anno 分析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